這個古董陶玉萍的這個破損 我也會請專業的人數來做鑑定 雖然是無讀麵包金婦人 你死去收藏品這危險的心情 不過在那金錢的麵包 我們飯店這邊的保證 絕對不會再造成金婦人 你就算是了 好 這樣現在是去找一個 我生的過的鑑定專家來處理 雖然我也沒想過帶下去了 你們飯店的貨物品質 我很希望 我說金婦人 現在就要找一個 我們雖然都可以 心情的鑑定專家 可能要一些時間 你是不是可以 讓我一兩天我來找人好嗎 一兩天 我的時間很貴 你若是把我的時間擺在這裡 還要我去檔國就說勝利 這個孫子 你這間飯店 空間也不夠貴 是啊 真不好意思 那還是 不然這樣啦 你來約看看 這間孤董 有多少錢 你如果是約得到 我就不用你賠 不然就叫我說的勝利 來賠償 謝謝金婦人 我對孤董了解 不是說太親 這樣強行的我不知道 阿妹 你只要約看看 後面有幾個銀口 好嗎 董董一個飯店有這個銀口 應該又會對吧 一千萬 不好意思 你又不中了 如果這樣 如果這樣就叫我說 一葉 怎麼 聽到要不要一葉 你們飯店以客為主的標準 就該了嗎 好啦 你們如果不買賠也沒關係啦 是說 我是不要緊 我自己孫時一項高等 也不過你們飯店的貨物品質 我應該要讓社會大眾知道 我的統治媒體 喂 我要讓社會這麼知道 你們大業的飯店 你的名字 也參加在辦公會的一樣 承知人出來說話 也就像在說笑話 金婦人 你不賺五歲了 你的孫時 我們一定會承受這補償的 好啊 如果這樣補償的事 我會請公司的火機師 給你連絡 我會請公司 這支高等的價值十十萬 不是這一億 你現在是在我白公司了 這支高等的價值十萬 你又到了 這個高等的價值十萬 金婦人 你 我總算是找到你了 抱歉 我真的沒想要回到過去的日子 他還要回家 要是說你離開我的生活美 你會過了真好 我當然不會自己民兆 但是 我看你現在這樣 你就是過了不好 你已經有女兒了 但你在跟他一樣 還回家 妳是一位媽媽 就算妳自己很厲害 妳也要替妳的雜誌 跟妳的宿舍 對不對 這樣 只要妳願意回到我的生活邊 什麼條件我都答應妳 如果要錢 我也可以開一張空白支票 所以妳自己寫 好 不然我讓妳日常休息來考慮 我相信為了妳的女兒 妳一定會做出最好的決定 我欠妳的一定有夠多 如果連出場的事都要妳出 我真的會看不見我自己 我說妳有夠來 現在有什麼時候 那不一定要告訴妳到我嗎 保護小孩是每一個做媽媽的資金 從現在開始 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保護至於 就算她又這麼辛苦 我也爬還給她受到任何傷害 我會讓她知道 只要有媽媽在的 她就因為我都不用怕 叔叔 徐住 你苦惠在吃我 妳苦惠在吃我 妳了解我的個性 我的內心是有感到的 好 我答應妳 妳 真好 有人就過來找我 怎麼靠你了 就是那個森花的情節 他說錢已經準備好了 給我不用擔心 不過剛才聽你的講電話 怎麼很嚴肅 你跟你的情節怎麼參加是 對 就是鎮花的情節 我們幾天沒有記名 當然沒有花青 所以說話這裡比較嚴肅 看你現在醫療費已經沒問題了 你就不要再想這麼多 我來去培治癒 好了 雖然夠了 你只願意跟我合作幾個個案 要不然我答應給你的錢 一生也不會做 我需要你 替我做幾個古董的技術品 我要辦一個展覽 那只有這樣 要不然 但是基本的時間很累 我會派一個工作 幫你做那個完成 沒問題吧 只做幾個普通的古董的技術品 就好 不會有維化的地方 我現在有女兒 我真的不可以再過 你放心 現在有很多企業家 跟她用高董 來表現自己很有品味 你的手機很好 她就當作是跟那些好的人 搭三天 跟她一起派頭 這哪有什麼 好 我做 不過我會拿著拿到定金 你敢不可以答應我 當然 合作 就是要什麼方便 都給上信念 我也需要你現在 馬上來進行 才不會去等到時間 好 我會準備 她對 我女兒今天怎麼會方向我做 是不是背景更嚴重 這個小孩的背景 不可以繼續回家 如果媽媽有同意 我建議 越早上手術越好 我相信醫生會專業 只要你認為你小孩最好的 我都同意 醫生拜託你 你一定要叫我女兒 拜託 拜託 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背影本來就是要真專業 她在背上 這手術的費用 今晚都已經準備好了 絕對沒問題 好 如果這樣 媽媽先去安排 還是手術的運氣更頂 我會隨便幫你 謝謝醫長 謝謝醫長 醫長 萬事拜託 小孩 其實這次抽出的費用的問題 你真的不用叫 我真的可以想 不用 我剛才已經說了 情話已經準備好了 是你之前能說的那個真的嗎 所以剛才醫風找不到你的人 你就是去找那個真的 對 作為小孩的求名字已經沒問題了 你就不用再拖我煩惱了 不過 便宜的專業我真的不瞭解 這方面就要麻煩你 跟醫長的費用 替子瑜找一個 最好的醫生當衣服 這才是我需要你到三天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放心 我會說過 我會保護這個孩子 我會說出來 我一定做我的事 你最放心 好 謝謝你 剛才子瑜發生的時候 我沒有在他的身上 他一定很辛苦 也很害怕 我先來看他 媽媽 是的 你剛才人家不開心 媽媽不背裡 你的心苦兵 你一定很怕對不對 我真的不怕 假醫生叔叔把護理師阿姨 都很厲害 他起來我就沒問題了 只是看不到媽媽 有點想你而已 我還治愈最乖 你最棒了 你再認識一下 你很快就會好起來 叔叔還有醫生阿伯 會替你做全世界最好 最厲害的醫生 那你什麼事要看 就罪子 媽媽 媽媽 其實我真的沒問題 為什麼要跟你回去 媽媽 抱抱 姐 其實你現在都不用想 你這個乖乖聽 醫生的話 連老婆你就會趕快回家健康 趕快處理 媽媽你再安心 知道嗎 沒錯 你現在只要平安健康 這才是最重要的 媽媽 你又沒有為了我 又跑去跟壞人借錢 我不想那些壞人 又來欺負你了 當然沒有 媽媽幫你保證 我現在只想要趕快帶你家 所以你一定要健健康 空空才可以 媽媽 你不是太不介意媽媽 替你煩惱嗎 如果這樣你就要乖 等你的身體好起來 肯定跑來跑去的時候 媽媽就帶你家 好不好 好 姐姐 妳最棒 好 不過這才媽媽媽要不贏 不贏的她一直陪在你的身體 所以你在那邊 要乖乖聽叔叔的話 還有護理師阿姨的話 好不好 好 我要乖乖 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我如果有事要處理 根本也麻煩了一爹就不會治愈 沒問題 妳做理不給我 叔叔 阿娜 妳有點吹刀一直不到我搖搖 嘘 叔叔 阿娜 快來 什麼事 叔叔 我可以拜託你一件事嗎 什麼事 妳說 我剛剛以為我家庭要死掉了 但我不想讓媽媽擔心 也不敢跟媽媽說 我真的很怕永遠再見不到媽媽了 不行 你不要亂想 不可能會心中的事情 你一定要對我全世界最厲害 海醫生都要有信心在嗎 那如果世界上最棒的醫生 也治不好我 那你一定要幫我好好照顧媽媽 可不可以 你一定是在哪裡怕到 你才說什麼話 你放心 你相信全世界最厲害的醫生在這裡 叔叔我跟媽媽 我都給妳加油打氣了 妳一定快要回到健康 能夠創意的 知道嗎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妳不怕了 我們真情的 不是有十股股股過了 無關發生什麼事情 我永遠都會相信妳 同樣 無關發生什麼事情 妳也會相信我 我還等一下會看妳 後面的肚子 還變成大美女 我哪有苦力片 妳說對不對 我不怕死 都是我怕媽媽哭 還好我不會死